一架客机在空中坏了 能够到舱外进行维修吗 我小时候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当时我看了这样一部神奇的电影 一架图154机舱的顶部破了一个洞 然后机组人员就直接裹上大棉被 从垂直围衣下面的引擎进其口里面爬了出去 理应歪合的就把这个破洞给补上了 那个刺激啊 你光是想想就已经够了 有没有特效已经不重要了 尤其是那还在80年代 而那个时候拍出这部电影的俄罗斯 不对 应该是前苏联还没有被我们称之为战斗民族 却已经在用这样的电影 展示出他们描述一切的战斗精神了 科学算什么 科学怎么能阻挡我爬出机舱 拯救我的同志们呢 关键还是从引擎的进气口里面爬出去的 你仔细品一品啊 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到了现在 我还对它恋恋不忘 这实在是一个脑洞之作的稀缺品啊 那好 既然飞在空中 想要爬到进气口里面去 给人感觉只会存在于漫威的宇宙当中 那趴在飞机上的其他地方 说机翼或者是机身上 在我们的宇宙当中 有没有可能实现呢 你还别说真有人这么干过 叠中叠五有没有看过 阿汤哥一上来就修了一段拔飞机的特技 在一架空客A400M大型运输机的闪架门上 爬了足足有几分钟 看得我又重新找回了小时候那种 窒息又兴奋的观影的感觉 都知道阿汤哥不玩假的 那这种徒手爬飞机也是可以真的做到 虽然我们在片花里面 可以看到他身上绑着的绳子 但那有可能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要是真的把绳子给去掉 抛开恐惧不谈光凭双手 能把人固定在那吗 或者换句话说 要是挂在那架飞机上的人 不是阿汤哥而是你的话 有没有可能真的hold得住呢 既然想到了这儿 我就实在是拦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决心一试了 首先是要找到一架飞机 对就是那架跟阿汤哥一模一样的 空客A400M了 于是我打开了浏览器 对吗 在这种情况下呢 咱们在纸上模拟一下 过过瘾就可以了 干嘛非要去找死呢 何况早你也找不到 好了言归正传 要想知道你能不能徒手抓住那道闪将门 我们需要调查并计算 这样几个关键的数据 一是空客A400M的起飞速度是多少 这样就能够算出 它所带来的风压大小是多少了 二是你的迎风面积是多少 这样的话就能算出 风施加在你身上具体的力有多少了 三是你的双手握力有多少 很显然 如果你的握力大于风给你的推力的话 你就能够撑上一段时间 如果你的握力小于风给你的推力 那不就当场KO了吗 于是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 看到A400M的最小飞行速度是240公里每小时 远比它巡航速度781公里每小时小多了 为了尽量的准确 我又翻了很多阿堂哥当时在拍摄那段场景时的资料 结果看到了一个比上面还要更慢的速度 130英里每小时 也就是210公里每小时 用航空通用的单位来说 大约就是113节 这个速度如果你稍微了解航空一点 就应该感到相当的吃惊了 因为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小了 对于固定翼飞行器来说 飞的慢比飞的快更难 因为飞机的升力来自于机翼上下表面的压力差 压力差来自于气流速度 速度小了就无法产生足够的升力 在不装载任何货物的情况下 A400M的自重就已经超过了76吨 而它的最大起飞重量更是可以高达141吨 大型运输机的最小速度越小说明它越灵活 越能够在较短的跑道上起飞 越能够完成精确的空投 和给直升机编队加油这些任务 所以看出来了吗 这其实是空客的广告之入而已 好了不管那么多 假如你也能够享受到像阿汤哥这样 由全机组使出浑身解数 所带来的超低速飞行的话 你所面临的风压是多少呢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通用公式来估算一下 也就是风压等于速度平方除以1600 假设现在本来是无风的状态 那么飞机飞多快呢 迎面而来的风速就有多快 210公里每小时等于58米每秒 于是风压算出来就是2.1 后面的单位是千牛每平米 再换算一下就是210公斤每平米 好知道了这个时候 每平米的风压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接着往下 来具体的算算落在你身上 所产生出来的推力有多少了 那就是把风压成以受力面积 假设你已经被大风捶来像阿汤哥那样横着了 也假设你的身材跟阿汤哥很相似啊 毕竟我是没法亲自上门帮你量的嘛 另外你也可以很简单的把自己的数据呢 带入到公司里面就可以拴出来了 好既然已经横着了 受力面积基本上就等于是胸部那儿的结面积了 当然如果完全按照这样拴出来呢 误差还是挺大的 毕竟我们的头是圆的 肩膀也是圆的 它们受的力肯定是没有一整块平坦的截面积 受的力大嘛 那我们就乘个系数0.6吧 好来看阿汤哥的胸部截面积啊 我查了好几个网站啊 多数的结果是胸为44英寸 B为16英寸 为了简便 我们直接把它们简化为一个大圆 旁边挂着两个小圆 希望阿汤哥不要介意啊 这样的话截面积就很容易算出来了 0.126平方米 再乘上我们的系数0.6 就是0.0756平米 拿它乘以我们一开始算出来的风压 得出的结果就是15.876公斤 这个就是此刻的大风作用在你身上的推力了 那么你能够徒手把自己紧紧的抓在飞机上吗 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一张表格啊 列出了正常的成年人握力的数据 你可以对照着看看 就算是再不计握力只得了一分内档 也照样是能够把自己hold在机身上的 甚至只用一只手就可以了 想到我也可以像阿汤哥那样去完成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简直浑身轻松啊 那我们能不能把难度再升级一下呢 这还只是躲开了螺旋桨挂在了机身上 要是我们直接就挂在螺旋桨正后方的机翼上 还能够再徒手抓住吗 为此我们必须要知道在时速210公里时 A400M那直径5.3米的螺旋桨背后所吹出来的风速是多少了 这该怎么算啊 好在我找到了这样一个公式 发动机的推力等于 流过推进系统的空气质量流量乘以空气流速在出口与入口的差值 这就好办了 因为我已经查到了A400M上面装着的TP400涡桨发动机 每台的推力是11000公斤 空气质量流量是26.3公斤每秒 而入口处的风速恰好就是飞机的航速58米每秒了 那出口处的风速带入公式一算就得出来了 476米每秒 再套用之前的公式算一算 你在这里所要承受到的风的推力是1071公斤 好吧 我是没有任何希望了 不知道有没有勇者愿意一试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